救护车接获紧急任务 国道上一路鸣笛前进 但没有想到 内线车道一辆轿车 像是在兜风一般挡在前面 就是不肯让开 救护车驾驶急了 不停的鸣笛市井 但不管喇叭怎么按 轿车驾驶就是不肯切换到别的车道 夸张情形就发生在国道中山高北上 往基隆路段 救护车整整被挡了两分钟 让车上的救护人员全都挤坏 救护车不停的狂按喇叭 最后轿车驾驶总算心不甘情不愿 慢慢的切换到隔壁车道 有一点故意 因为救护车的声音是蛮大声的 我觉得阻挡是一个很不好的行为 那当然现在有法律嘛 我觉得应该要产品重罚 虽然轿车最后还是让开 但它挡在救护车前方整整两分钟 要是因此延误救护 闹出人命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而夸张的情形也再度引起全民公愤 更让消防队员傻眼 直呼要你让一下救护车 真的有这么困难吗 记者卓天荣 记录报道